了解下一集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一年结的婚 现在结婚已经七年了 我们结婚之前呢 他对我还是比较好 比较有耐心 但是结婚之后呢 就是对我关系越来越少了 在家里呢就什么也不做 小孩也不管 就玩手机 有时候我讲他吧 他还说我脾气大 还跟着他反着来 我们淘淘唠唠唠这么久了 感觉也越来越累了 我这样的日子 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37岁来自湖南微商 女嘉宾贺女士 32岁来自湖南无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里介绍了 结婚七年了 是吧 几个孩子呀 一个孩子 现在四岁多了 男孩女孩啊 女孩 在小片里大概听到了 您的一些说法 对对婚姻的看法 对 我仔细想 大概有两大类 一类是觉得 她不太负责 是吧 对 第二类觉得 好像对孩子 不是那么亲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七年吧 有人说这个叫什么 七年之痒 给我们介绍介绍 她怎么不负责任 在你心里 就是她现在是在家里 做微商嘛 时间比较多 在家里 现在她生活 就是颠倒了 晚上活动的比较多 白天睡觉 不是她晚上干什么活动啊 看电视啊 打游戏啊 晚上她就是不睡 看电视声音放得很大 你说她一下了 她就会好一点 第二天她又是这样 玩游戏呢 就是现在很流行 说的那个什么 吃鸡吧 吃鸡 吃鸡 对对对 她以为自己戴那个耳机 以为我们听不见 其实我们睡觉 听到外面就在里喊 快来人 怎么我被打死了 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喜欢打也可以啊 你可以到网吧里去啊 是不是 你就不要在家里嘛 家里只有这么大 网吧那个我不会搞 她就说网吧她不会 上网手机跟那个电脑 不是一样吗 游戏这件事很有看法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 她现在的累我 不是很有耐心 颠纷之前嘛 我也是喜欢玩 喝点酒啊 干嘛呀 出去玩呀 她也就是 很耐心的 就是在外面等你 不管你玩到几点钟了 她都会等你 出去逛街呀 她也会给你 主动给你买东西回来 你不在 她也会给你主动买 到现在就是逛街 现在不是也买了吗 也买了 你现在是主动吗 是我自己要求的时候 你就给我买一点 因为现在你买东西的途径多了 你不需要逛街了 你不要说是途径 你这就是借口 你要是有心的话 就会是吧 我买了也买不好你的 像口红那种 那种色号 这蓝的根本就搞不清楚 什么405啊 504啊 小羊皮啊 大羊皮 那是我自己写错了 也是说是我要求 就是要求她买的 她有一次到就是香港 我就要她给我买 我写错了 回来就稍微说了一下 她就一直记在心里呀 这个我替她说一句话啊 就刚才她说什么405 504的时候 我已经震惊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 对 我是要求她 不是你写错的吗 对 是我写错的呀 那你不能怪她呀 我没有怪她呀 对呀 我就是我就是平时 她没有怪我 她确实是没有怪我 回来就不高兴 我给你让你买5 你买个405 我说白纸黑 是你写的是405吧 什么牌子 我都忘记了 反正是一个那个口味 我就是平时 现在就是像以前一样 你是觉得她不上心是吧 对 事儿可能也做了 但是你觉得她没用心做 对 也是这样吧 她自己指挥不得当 不是我 就是有一次出来看电影 那一次不知道是 下点雨还是干嘛 就是不愿意出来了 但是她也给我出来了 不是 不是 她停了车之后 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是因为我们约定好了 6点半 她就磨磨叽叽 然后等我们到 电影都已经快演完了 又要买票 然后就不高兴 再说这样那样 你从来就这样 磨磨叽叽 拖拖拉拉的 你看你学个驾照 11年了还没学完 你学什么你说 你说我那个驾照开张 到现在驾照破产了 你都还没学完 你还讲什么 你就最喜欢拖拖拉拉 耽误时间 每次去吃饭也是这样 是的 我这个是手动挡 感觉不敢开 也没去学 你没有不是没有去学 你说连那个理论考过 都没考过 每天都不用骗我 哎呀老公啊 明天我就去看这个理论书 后天我就看理论书 一年 两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完了 十二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看到 你是介意他没考过驾照 还是介意他把驾照给熬黄了 也都不介意 我就是说他 太了磨叽了 但是我们已经出来了 就高高兴兴看完电影就OK吗 那怎么会到心呢 他就是一直唠叨 一直讲这件事情 搞得你就是两个人不愉快 对 电影也没看成 我走了之后 他现在就是追也不追你 他现在就是 你觉得他默不关心了对吧 对 也不在乎你 也不是不关心 他以前那个结婚之前 搞这种离家出走的事情太多了 动不动就失踪了 那以前你怎么去找我呢 现在就 以前我担心你啊 我说你是个小孩 我担心你啊 你现在长大了吗 问都不问我一下 问你你也不回我啊 他刚才这回答特有意思 现在你长大了 以前你 你觉得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就长大了 他结婚了不就长大了吗 哦 明白了 那你们家闺女算小孩吧 闺女算小孩 对 但是你夫人可说了啊 你对孩子也不好是吧 对啊 说说吧 怎么对孩子不好 他就是在家里就是玩手机 小孩有时候想跟他玩一下咯 他就丢一个平板电脑给他看 两个人一起玩 这个不能说我对闺女不好 我闺女最喜欢我了 回来就抱着你不放 所以我就有时候 你说时间长了嘛 就有点烦 不然打发他呢 我就给他整了个平板 因为我平时就是看电脑 干嘛要管着他嘛 这样不能 他就是不管什么要求 他都答应 他也不想象对眼睛不好啊 是不是 一点都不上心 那他就什么学点东西啊 他的寂寞啊那些啊 是不是 对他自己那些也好一些 他对女儿的陪伴方式不对 是吧 对 他陪吗 陪伴的也少 怎么也少呢 我每天不是他出去玩吗 你哪里 就是我要求他 我今天带我们出去玩一下 他就会去一下 我没有要求他就不会去 你就觉得他不主动是吧 对 你还脾气那么大你还打人在家里 我还是懒得讲你的 谁打谁啊 他打我呀 老子我这个脸都一个星期不能出去见人 他第二天就跟我讲 哎呀老公啊昨天我真是对不起 一般我就是性格啊 别人都说我的性格平时还是比较好 但是一般不是 你是对人家比较好 对我比较苛刻知道吧 你不是把我把我脸都给毛了 我才就是有点感觉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也不会做得很过分 就是那一次也许就是可能随便弄一下 可能是手指甲可能是抠到了 把这个皮抠破了 出了点血 他就一直记得这一回事 他也会道歉了是吧 没道歉没道歉 你不说第二天才跟你说对不起了吗 咋样的对不起 他不是发自真心的 是我要求的 你也够较劲的了 你们俩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都是我要求的 是吧 好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不做家务 对 你不做家务也好 他也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你把家里刚刚搞得干干净净 我们睡觉了 他就是在家里也喜欢喝点啤酒 喝了啤酒吧 也喜欢配点花生啊 花仔啊 喝的一滴都是 他也不会扫一下 感觉人好累 你累我还累了 我还怕你家打人呢晚上 还有就是近段时间吧 不是 等等你先别说谁家打人 他打人了 他动不动踹你两脚 踹我两脚是什么 你踹我呢 是你踹我呢 我知道啊 我跟你前面不是讲吗 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喝酒 一喝了酒了 他就回来就想找你说话 他不管你是不是 他就是吵你 吵到了之后 我就只有啊 我忍不住了 我只有 只有两脚把他踹下去啊 对不对 他就说我就踹他 我打了他 我这喝了酒 我一步都闹事 二步骂人 我又不跟人家扯蛋 我跟你说话怎么不行 你不闹别人你闹我呀 那我是闹别人 闹家里人啊 那就闹别人 跟着不合适啊 他们俩这话都是对账 我喝了酒 我没闹你 我只想跟你说话 老婆说 你是不闹别人 你闹我 老公说老婆也是一样 你是对别人好 对我可不好 还有近段时间 就是特别让我输不了 前段时间就是 我娘家是农村 要输稻谷 现在她也在家里 时间比较多嘛 我也现在没上班嘛 带小孩这样回去 帮下爸妈嘛 我就要她回去帮我 她就是不肯去啊 我不是不肯去 我说了那个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腰痛 做不了那个事 第二个呢 那个龙后我没干过 我说了我愿意出钱 给他们找人来弄 你没干过 你像我们残爱到结婚来 一十年 可以守得清去过几次 不知道有五次没有 每次去她就理由 就是不去 感觉就是对我们娘家不上行 也感觉有点嫌弃 这怎么又扯到嫌弃上面来了 我感觉 你就是感觉 说白了 你觉得在娘家也没什么面子 对啊 特别是过年回去的时候 别人看到 又是一个大箱子 抱一个小孩 史上还要提点东西 他说 你老公呢 怎么样 我说他没时间 只能这样讲啊 没有时间回去 春节都不回家 去过一次两次 我说了 你妈妈那边 一帮她买个房子 买到这个城里面来 现在没买啊 住在这个山里面是不太方便 有时间您是没去过 他那个山里面是确实不太方便 车都到不了 必须要走入 深山里面 那这去的才有意义呢 车能到的地方 去不去也无所谓了 那所以今天你要来干嘛呢 我今天就来 就是他以后能够 就是改变一点 就继续过 要是改不了 我们就过不了 我也不想过了 你啥态度啊 我尽量在改嘛 这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有一天也改不了 那你要改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要改什么 你也不知道要改什么 那你答应他 你要改什么 反正他讲的这些 我觉得是吧 你既然你说 说是错了 那我肯定是错了 对吧 我也肯定去争辩 没有意义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错在哪里 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 他就每次吵完 他就是跟你这样争辩 他感觉好像 他一点事都没有 他是对的 他就是这样 吓我一跳 这两步小跑 在家也这样是吧 是的 弄哭了反正又一哄 哄完之后 再继续这样的日子 是吧 就一直 我一直也有 就是冷啊 我感觉我已经冷了 这么久了 七年了 我感觉再冷下去 我觉得我自己 都会崩溃 我就感觉哭不了 这个生活里面就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那事都不大 但是所有的事堆在一起 对 这个情感当中 所有一方觉得 自己被忽视了 被冷落了 是吧 而另外一方还浑然不知 我问你啊 我问你几个事实 咱不扯了 你夫人说你经常出去喝酒 而且一喝就喝到凌晨 两三点三四点或者四五点 是还是不是 曾经 是还是不是 十一二点就回了 比以前稍微少一点 有还是有 但是三四点回了 就是两点 一两点 一周出去喝几回酒 一周 五六天吧 五六天吧 那不就天天晚上在外头吗 就在楼下没多远 然后白天您是睡觉对吗 没有 那也是以前 现在呢 现在白天我也上班了 也做卫生 白天怎么可能睡觉呢 白天在家吗 在家 你们俩白天在家的时候 有交流吗 没有 各干各的是吗 对 他玩他的手机 你要跟他讲话 他也不会怎么样 是还是不是 是 那就说这两个 共同生活在屋檐下的人 基本是没有交流的 对 是的 是还是不是 是 你自己觉得 你冷落他了吗 冷落没有吧 您觉得先生冷落你没有吧 冷落了 这个主持人 我要辩解一下 我老婆的文化不高 真是能抬杠 我说我这个嘴巴 在外面也是人所回到的 我一回来看见他 我就哎呀 他在外面 我就淹了 我就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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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就没劲了 知道吧 我看见他 我那讲了三句话以上 我就感觉 我这辈子栽在他手里了 真的 而且他叫我来 我是非常不愿意来的 为什么呢 我发自内心的 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他就可能对我 是满肚子的情绪 所以我就觉得 是吧 他可能觉得我细皮相连的 所以你觉得 你的婚姻还行对吗 我觉得非常好啊 打分的话你打 打100分啊 你打多少分 50 50可是不及格 对 不及格 所以这就是问题 先生觉得是100 妻子觉得只有50 你问他们日常时候 会有什么大的冲突吗 最大的冲突来自于 妻子觉得丈夫冷落了他 而丈夫觉得我很好啊 这种大的反差背后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老师们来分析一下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刚才开场的时候 赵春老师说 七年之痒 这四个字 是为你们的故事的 一个注解 七年之前 我们谈恋爱时候的热烈 浓郁 七年之后都变得寡淡了 很多人在婚姻的时候 七年 是一个大的坎 但你们两个 显然 感受非常不均衡 男士觉得 根本就不是个事 女士已经委屈的 梨花待雨了 刚才在问说 你能改吗 能改 你觉得哪错了 您也不知道哪错了 对 第一 不陪她回娘家 就是错 你会让她觉得 她在这个家庭当中 不受重视 我的娘家不受重视 我等会了吧 我今天就会让她 偏要做什么 她在这边 我还在这边 我从来 这边 人家不受重视 她的 决定 她在这边 有什么 她就有个女孩 我还在这边 对 我还在这边 她在这边 我还在这边 我还在这边 她不想 不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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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激情浪漫的那些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结婚 我们可能把很多的注意力 放在了很多很平时的事情上 那所以说把那样的激情 放在很多他认为重要的事 那就是你现在给他最好的浪漫 是这样吗 是 好的 谢谢二位 好 谢谢郑老师 好 谢谢郑老师 来 莎娜老师 我之前看一句话形容说是什么 一到家就喊泪 朋友一叫就到位 然后您先生呢再加两句 一吵架就认错 怎么改 咨就谈来 然后riaban 是我 这些年龑 都有 看一下 człow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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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